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李 欢迎大家点击我的视频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霸气的VPN 在介绍这个非常霸气的VPN之前呢 我还想谈一个关于时事新闻的内容 在2019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 在北京的民航医院发生了一起惨剧 就是这个患者家属由于对医院治疗不满 然后把医生给杀死了 杀死的手段呢是极其残忍的 就是说用刀把这个脖子几乎给割掉了 这个时事新闻方面的细节呢 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而且我对评价这种时事呢也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呢 我又不能不说 因为生活在中国嘛 我们虽然说是有很多的政治话题不可以谈 但是我们也不能麻木到就是所有的事 我们都假装不知道 对吧 我们可以无视一些事发生 我们也可以无视一些事的进展 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假装这些事没发生过 对吧 英国诗人奥登有两句诗是这么写的 魔鬼并非青面獠牙 而长得和我们一样 与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这是他对人性的一个剖析 最恐怖的东西 往往就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这些人 好吧 那么今天呢 那咱们来进入正题 首先呢 咱们说一下这个VPN有什么特殊之处 我先百度搜索一下 大家注意啊 我要搜索的这个软件叫Austle 你看啊 好像这个是有一个跟它有关系的新闻 VPN供应商Austle通知用户 打开看看 好像里面的细节没有提到 然后这些页面 就是都是有一些 类似于 Blocking VPN is for internet safe 这个是中国的 中国经济网 看看这里面题没提到 在这里面他也没说到 只是说搜索能搜索到 但是在网页的内容里面 搜索不到这个 有三页是关于这个有百度快照的 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呢都找不到 那咱们再比较一下其他的VPN啊 比如说 看看VPN看看啊 这个地方有这句话 ExpressVPN周六成他们接到了来自苹果的通知 这个是可以被收到的 那咱们再看一下 Pure VPN Pure VPN居然有提供下载的页面 这就挺奇怪 好了 还有什么Share的VPN 还有什么什么VPN 这些咱们不去试了 就说这个VPN啊 它强大到什么程度 强大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防火墙 可能根本没办法阻断它 以至于啊 这些互联网公司啊 在一些受益的情况下 完全把他的信息都给屏蔽掉 你知道啊 不止在中国 在其他各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 一些东西啊 它厉害到一定程度啊 人们不敢谈起它 或者是不敢说起它 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在不希望他被提及的情况下 通常用一种方式把它给掩盖住 它是不存在的 对吧 在中国呢 有这么几件事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六四是不存在的 然后腐败是存在的 但是腐败到官员们都是有一些传言的 这些是不存在的 对吧 所以你懂的 我就不再继续往下说了 在打开网站之前 我先给你介绍几个它的特点 很多人可能对VPN还不了解 就是说 我们在使用VPN和没使用VPN的时候 有哪些区别 对于IPS供应商 或者是网络上的其他监控节点来说 首先来说 你使用了VPN的 网站看到你 是VPS提供商提供的IP 也是VPS提供商的位置 注意这个很重要 如果说你用了这个VPN 能显示VPS提供的位置的话 那么很可能意味着 你可以用Netflix这样的服务 然后不使用其他的一个服务 加密的 Austle流量 流量是加密的 IPS看不到你的网址 看不到你的视频 也没有电子邮件 也没有你收到的消息和视频 更没有你下载和上传的资料 如果是你用微信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的话 你所有的这些言行举止 你看过什么样的网站 下载过什么视频 都是暴露在这个IPS提供商的这个眼皮底下的 对不对 右边的这个图我就不念了 然后咱们看下一个 所谓智能模式呢 就是它用一种更快捷的一个计算力 那个位置舍在的那个服务器 这个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有一个我想说 这个挺特别的 在哪呢 注意在这个地方 它支持WareGod WareGod是现在一个非常轻量化的 然后又对加密方式特别在行的这么一个协议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VPN是集成了WareGod 但是不止于WareGod 一个VPN 无数的可能 这里边你有了这个VPN 你可以Netflix 对吧 Facebook YouTube Twitter Wikipedia Google 然后还有一些HBO Go 还有一些一些所有的这些东西 你都可以用了 另外提一下 这个VPN啊 它支持这个比特币的支付 这个挺有意思 我记得几年前 这个VPN呢 它之前是支持那个路由器的销售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家里可能有几个人 要同时上网 或者是你是一个工作组 你需要一起上网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想买一个路由器 你不知道怎么弄 他们也可以邮寄一个路由器到中国 现在可能是被限制了 所以它这个渐渐的这个路由器的这个服务呢 也就取消了 但是它在它的网站上 依然有一些视频在教你怎么刷这个 把这个它的这个程序插件刷到路由器里 这个软件呢 还提供了一个服务呢 就是说你在电脑上装了这个Ostel的这个APP 或者是手机里装这个APP的话 或者是平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节点分享给你一些没办法装这个Ostel这个APP的这一些设备 比如说像Xbox苹果的Apple TV 这是一个示意图 示意图就是说从你这个电脑或者是你家里的一些其他的设备 转到这个服务器的数据本身是加密的 然后这个服务器再把这个加密的数据给传到广义网里 广义网和他们之间交换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加密的 如果是普通人啊 你可能这个不是很在意 你可能用一些Sold Sox啊 或者是V2ray的这些加密方式 可能你就满足了 价格挺贵的 贵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去看看 打开这个页面 已经显示这个价格了 一年的费用是120美金 这个是挺贵的 大概相当于是现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概你要700多块钱一年吧 之前是600多块钱 再往前一点呢 我500多块钱600多块钱都用过 还有呢 它这个软件挺有意思 它如果说你只买一个iOS版的话 是比正常的这个要便宜点的 但是它只支持一个客户端 他说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或者是你在办公室 无论你在家里的自己的网络里 还是在什么地方 这些都可以很容易的被别人给窃取你的资料 或者是被监控到 因为这些数据呢 是没有被加密的 Yeah All this stuff 这个软件呢 是提供给那些 就是说对网络安全级别非常要求比较高的 他们可能不满足于现在的普通的VPN软件 因为有很多VPN的软件 他们本身在后台呢 也是会窃取或者是监控一些你的信息 你也知道之前在德国 他们做出了一个调查报告 说有70%左右的VPS服务商 都是一些国家和政府操纵的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软件呢 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么一种机会吧 这个部分呢 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说你是在中国的话 这个网站也是被强的 不能访问 但是你输入这个地址呢 是能进入到这个VPN的网站 可以来买这个VPN的服务 VPN证书 VPN服务器可以手动设置连接 这个不是什么卖点 然后是活跃绘画 就是检查你的那个设备连接数 这个可以在后台查看 还有就是说端口转发 这个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卖点 这个有点意思 就是说GDPR工具 GDPR工具 这个以前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了 我记得在去年几月间 这个新闻刚刚发布的时候 有很多国家或者是一些 反正法律方面不是特别严谨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还为止颤抖过 但是现在也慢慢的也没什么消息了 这个呢 就是说你可以清理掉所有的这些 你访问过的数据 它是符合欧盟的这个 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这么一个法律的 好了 那么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 我想跟大家再聊一下 为什么我给大家介绍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我接触了大概有 至少有七八年 开始的时候呢 是我在一些来中国的一些欧洲的电脑上 看到他们用过这个软件 后来呢 我有幸服务于在北京的欧盟的一个办公室 他们也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是装的这个软件 然后呢 我发现他们有些人 他们有一个习惯 就是说他们可能在访问一些网站 比如说一些意大利的银行 或者是美国的银行 或者是德国的银行 这些银行可能在中国是可以访问的 没有被抢 但是他们也是把这个VPN给打开 然后去汇款啊 转账啊 或者是做一些数据的传输啊 甚至他们有一个那个Tim Weaver的这个操作 他们也要把这个给打开 打开以后呢 相当于是进入了一种什么状态呢 大家都知道那个洋葱头那个Tory 是吧 打开这个软件呢 你就几乎等同于进入这个Tory的这个状态 你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是加密的 像我之前认识的这些从欧洲来到北京工作的这些人呢 他们有很多都是长期生活在中国 可能有的长达十几年 我想呢 在众多的VPS服务当中 他们最后选择了这个Austal VPN 作为他们长时间使用的这么一个VPN服务 我想这个是一个长期比较的一个结果 几个大的时间节点 这个服务都没有翻车 你像咱们最近的一次是 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断网的事件 就是说 这个修线那次 修线那次有很多网络都已经断了 甚至我同事 因为我们是做IT服务嘛 我同事跟我反映说 这个微软的这个网站和Adobe的网站 当时都打开都急慢 所以想激活一个office 根本就打不开 而且那个时候 基本上所有的VPN的服务 就是说那种付费的VPN的服务 基本上是被团灭的 只有这个能独善其身 所以你知道它的意义所在吧 好吧 我是老李 如果你想要更安全级别的VPS服务 那么你要么自己搭建一个服务器 要么可能你想要简便的方式 Austal可能是一个你的首选吧 那么好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会不会觉得我的视频有点意思 点个赞 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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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 一会儿